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个咸淡奶油猪肉的做法 首先准备一个大约400克左右的猪肉 先把它切成两厘米左右的后边 再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碗中加入3勺天胡萝卜粉 1勺加鲤粉 1勺淀粉 1勺盐 1勺胡椒粉 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打入一颗鸡蛋 再加入半碗清水 把它搅拌均匀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切好的猪肉放到面糊里 把它搅拌均匀 让每块猪肉都均匀的裹上面糊 然后放入冰箱腌制一个小时 接下来准备4个鲜蛋黄 把鲜蛋黄放入蒸锅里 用大火蒸5分钟 准备几瓣大蒜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两根小米胶切成小米胶圈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把加力叶放入碗中备用 这时候咸蛋黄已经蒸好了 把它取出来 用叉子把咸蛋黄压碎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一旁备用 热锅倒入多一点油 油热之后放入一些加力叶 剩下的加力叶后面还要用到 加力叶炸大约1到2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 这是留到最后摆盘用的加力叶 取出加力叶后 一块一块的下入腌好的猪肉 用中小火慢炸 把猪肉炸至金黄酥脆 然后把它取出来 控干油分放一旁备用 重新热锅放入一小块牛油 把牛油炒至完全融化 然后放入蒜末和小米椒爆香 然后放入剩下的加力叶翻炒均匀 把咸蛋黄炒至出现泡沫 然后加入400克的淡奶 加入一勺白糖 半勺鸡精 把它搅拌均匀 开大火把酱汁烧开 然后把炸好的猪肉放进来 翻炒均匀 把酱汁熬至浓稠 煮到你想要的稠度就可以出锅啦 把它装入盘中 把剩下的酱汁也倒进来 哇好香啊 最后再撒上炸好的加力叶 香喷喷的奶油咸蛋猪肉就做好啦 这样做出来的猪肉外酥里嫩 配上奶油咸蛋的酱汁 超级无敌的下饭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